一开始 只有少数不知名的人受害 他们遭到杀害 其实 虎龙全被扯开 教会 无视这些人心惶惶的惨爱 任由受害人数 不断攀升 绝望的人们鼓起勇气 想阻止这股腐化扩散 但已经太迟了 他们遭到转化 死亡之后 重生为 饥渴厉鬼 我一直在对抗这场灾难 我们需要与众不同 能对抗诅咒的人 一个拥有敌人的力量 去除我们的弱点 能出其不义的人 而你正是完美的人选 不断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游戏时光机 我是时光猪 嗨各位大家好 如果可以的话 请在下方帮按赞订阅 分享以及留言 因为这对我而言 真正重要 那今天我们回到 暗徽破坏神4的游戏世界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二赛季写资赛季的游戏内容 影片一样会分作两部分 一部分是第二赛季的游戏机制 一部分是关于第二赛季的故事 那让我们开始吧 Go Go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二赛季 写资赛季 这个赛季的两大重点 第一个是多了所谓的猎人生育 第二个是多了所谓的谢谢鬼异能 多了所谓的谢谢鬼异能 那么分别来介绍一下 猎人生育其实很简单 它其实就是你在赛季的血验地区 你击杀怪物时呢 你就会提升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 你在猎人之中的一个知名度 那当你累积到一定的知名度 就会提升它的阶级 然后像这个 然后进而获得一些奖励 所以它是鼓励你进入游戏中 在游戏中不断游玩的一个简单机具 那所谓的血验呢 其实跟之前的地狱浪潮很像 就是它会随机在地图上的一个小区 然后呈现这样子一个绿色的情境 然后会有一个血验的标志 那在这里呢 就会出现一些比较特别的血验事件 就是这种 就是 属于赛季的事件 它就鼓励你在这里面 清掃怪物 然后一样会有低语的效果 所以其实你在这一打 就同时会解低语的事件 跟打血验的事件 那再来是整个第二赛季的大核心 就是多了一个吸血鬼异能 在第二赛季的故事中啊 我们因为一些原因 额外获得了吸血鬼异能的部分 所以就是开启了这个页面 那中间的部分呢 是所谓的血红之环 下面这是吸血鬼异能的部分 那玩家的游戏中呢 可以装备五个吸血鬼的异能 异能入手的方法呢 包含一般我们自己 通过强效先来解锁 或者是我们就完成 所谓的赛季任务 以及刚刚我们有提到的 猎人生育都有接获的 吸血鬼异能的效果 五花八门 有些是很简单 它就只是提高你的伤害 可能是异伤 或者可能是一些压制 或者是毒素伤害 有些是提供你更强的防御力 不管是回血手段 或者是伤害减免 这都有 但有一些很强大 像这个 它是让你的空白剑闪避 变成 转化成蝙蝠形态而且无助 而且还会对敌人造成伤害 这种一能就相当的强大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效果 像是可能会召唤蝙蝠 可能会释放邪食等等 但是启用这些 异能不是没有条件 你可以看到这边下面有启用消耗 就是启用这个异能 你要消耗多少的血气 消耗这个 熊暴血气 神性血气 跟永恒血气 就要消耗血气 像这个能力 它就要一个熊暴 这个能力 它可能要三个永恒 界面上很方便 它都告诉你 像我现在开了这五个 我总共需要多少的血气 那你就要装多少的血气 在身上 它才会出发 那血气怎么来 血气从我们装备中 现在会多了一条获得的血气 就是你从这个装备里 你可以收到多少的血气 像我这个头盔 它就有额外的 给了我两点的永恒血气 这个就会有一点 那一般来讲 头盔就是最多的三 那我可能拿到比较少 像胸甲最多五 那我这个就有1 那这个 手套有5 那我这边有4 这个也有5 这样子 它就不均匀分配 那如果你有一件装 很好 但是它给的血气 不是你要怎么办 没关系 游戏有提供这个 消耗品 它可以 这个是 它可以帮你 增加一些血气 在你的装备上 那如果它已经 像我的手套 它最多5个 我现在已经5个了 我使用这个东西 这些血气 就没有任何效应 可是如果像我胸甲 它是1 我就可以再用这些消耗型的血气 帮我灌注上去 那如果上面已经满了 我要换怎么办 很简单 它有提供双 这种进化酸剂 它可以帮你消除 那如果你只要消除某个属性的话 也可以 就是去找药草师制作 这样子 这个是关于吸血鬼艺能的部分 也就是这个赛季最大的特色 以及玩家们可以玩出最多变化性 以及自己风格的部分 再来就带大家实地去看一下 这个赛季的血厌 里面的场景 以及一些事件 互动事件的部分 进入血厌区 它就会告诉你 哦有血厌这样 然后就是就比较多这种鲜血的敌人 吸血鬼大量增加 然后你们看到这个 往范围抽 这样这个每4秒会有一次往附近抽 抽血 那种吸血 就是我其中一个吸血鬼影 因为我自己觉得啦 我现在这一只狭狗 我的范围伤害不够 所以我就想说 啊那我透过这个方法 多加增加一点 范围伤害这样 那在血气的范围内啊 会有这种宝箱 使徒宝箱 啊就需要使徒一个钥匙 啊使徒钥匙就要击杀 就是 溺血使徒 就是帮我们吸血鬼 领主收集鲜血的 那 要击杀 那种溺血使徒的方法就是 在 血厌的区域内 你只要战斗 就有机会获得 所谓的 上面就可以看到 我们会获得 鲜血 部分 这个 这边会获得 鲜血的部分 那你就可以把这些鲜血 灌注在 鲜血诱饵的部分 可以灌注在这些祭塔 然后我们就可以 引发到 鲜血使徒来 溺血使徒来 然后击杀这些溺血使徒 我们就有机会 就有机会 拿到就是 钥匙 我伤都没有留 就有机会拿到钥匙 喔喔在那里面炸死 然后找一下 反正保持其他码开起来的东西就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就都是那些这样子 对就是 那开起来就会有一些鲜血诱饵 然后也会有我们 提升我们吸血鬼異能 的 强效鲜血 啊刚刚是不是忘记讲 吸血鬼異能啊 其实分 三级 就是一般拿到的就是等级0 等级1 然后你可以透过消耗这个强效鲜血 可以拿来提升你的鲜血血鬼異能 可是你每次点强效鲜血 它会随机抽三个给你 对你也不一定 弄到就是你想使用的这样 这是比较麻烦的点 我觉得 然后 它其实黄色这是比较强大的意义 然后还有像这种 你希望技能的时候会召唤 蝙蝠的 也很好玩 哎呦哎呦等等等等 好好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再召唤一次看有没有机会拿到钥匙 开个那个给大家看 没有 好吧 它不给就是 哎呦呦呦呦呦 然后像这个区内会有 箱子 我们就可以打开来 那就会获得一些 相关的神性血气啊 神性血气啊之类的 其实箱子上面都会写 它是这个箱子里面会是什么东西啊 那刚刚那是写神性嘛 那这一个写的是永恒 所以你打开里面就会有永恒的血气 这会帮你收集血气的一个方法 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赛季最后一个我有发现新增的东西 那在敌语之书那边 所以我们 过去一趟 go go 除了刚刚讲的那堆以外啊 这个赛季还多了一个恶意洞窟 它其实的内容 很有趣 而且内容是 第一赛季里面的内容 对 就是我们等我们进去再介绍 进去再介绍 那 这个恶意洞窟里面的 场景啊 其实跟 第一赛季的 场景很像 就是恶意场景很像 然后呢 有趣的是走到底 我们直接走到底来说 然后重点是 走到底这边 这边 里面有一个 祭坛 那点开写21祭坛 然后你点开到最后 它写的是瓦森 震恨仪式 然后 如果各位有印象 它其实就是我们 第一赛季的 Boss瓦森 对 然后我们召喚 有没叫出来吗 真的 我们把瓦森叫出来 然后呢 开打是不是 有趣勒 二 三 四 有 结束 好像也只是多一个小副本而已啊 看一下 有什么特别啊 没有 圣母的拥抱 所以也只是一个 可以刷王的地方,沒有什麼特別的,可惡 那我們去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總結過後就是完整的第二賽季故事 有興趣的記得看到最後面,好不好 那我們先做總結 好啦,以上就是關於 iPad神4第二賽季、寫字賽季的 玩法、行政的玩法以及特色內容 總而言之 我個人其實相較於第一賽季 我更喜歡第二賽季 因為它的吸血鬼異能給了玩家比較多的彈性空間 我可以因應我當下所在的環境以及事件需求 更換我需要選擇的異能 雖然說還是會受到血氣的限制 但相較於第一賽季類似香寶石的方法 這樣的限制其實是少一點的 而且第二賽季的方法 它在血驗的運作模式 也給玩家一些不斷的小目標去衝擊 雖然說很多玩家很快去刷完 但我個人因為我比較晚玩第二賽季 所以其實我玩的過程之後 偶爾去刷那個其實還滿有成就感的啦 對,所以整體而言 我覺得我比較喜歡第二賽季 大於第一賽季 甚至我個人其實有個想法 但是如果當初的第一賽季使用的是現在這個鞋子賽季的話 也許暗黑寺流失的人的速度不會像當初第一賽季這麼快 因為我覺得第一賽季的內容相對比較疲乏一點 平凡一點 總之就這樣子啦 感謝各位的收看 後面還會有完整關於第二賽季的故事 有興趣可以留下來 如果沒有興趣的朋友 我還是希望你過到最後了 總之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實況不妨到Twitch YouTube FB 在這些地方冒充遊戲時光之一 按讚訂閱分享也追隨 再次感謝各位遊戲時光之一 我是實況主兵 我們下回合再見 拜拜 那我們來看看 就是第二賽季寫之賽季的故事吧 那玩家必須先完成主線 然後來到大甘園 這邊會出現一個 血腥錢財的任務 那他就是第二賽季的開頭啦 我們GOGO 這...哪裡啊 這邊 這邊 你不是被通緝嗎 你在這個工作的時候 我不過是個小人物 為這座城鎮裡的商人服務 不管他們出外還是在家 我都關心他們是否安全 所以你應該可以明白 我為什麼想盡快處理這件事 什麼意思 每天都有人消失 喔 消失 完全不敢跨出城鎮大門 但是你來了 對你這樣的英雄來說 這肯定是消失的 這問題還蠻大的 別擔心 我來想辦法 太棒了 商人一定會欣喜若狂 我能告訴你 最後一批商隊 是在哪裡失蹤的 把他們帶回來 你要什麼報仇都可以 商隊失蹤 最好要先去調查 路邊的洞穴 財富啊 來來來來來來來 星星的烈 飛鴻直劍 去安排 你就是優惠我 吸血鬼的台車啊 沒事了 好,那這樣可以,我們要跟執政官談話是不是,我又要回去了 好,回去 欸,新政官回來了 欸,那新政官怎麼不在 看來他留下了胡兵 什麼意思 獵人艾瑞絲 什麼意思 喔,所以行政官是吸血鬼教徒 所以他是我們這次的主視覺,獵人艾瑞絲 這都是人類的血,有數十名受害者,不是為何血液就溫熱 兩個爺蠻能,一個德魯伊,一個只會悉鬧的魔法,這樣完全夠 主人需要更多人成為他的先血,密血師徒 需要更多人才血 這全部都被賣了 我硬招前來神聖木舊,我獻上了流浪者 主人一定,必定會感到高興,我有很好的日感 喔,原來如此 再加上你找到的筆記,我就能 試咬痕 身體有變化嗎? 不對 從傷口來看,你應該已經轉化了 可惡 現在沒時間浪費在這 我要去追行政官 你必須跟我走 蛤,所以我已經被咬到了 你現在可以獲得吸血鬼異能了 裝備一個吸血鬼異能 這裡 這裡 喔,怎麼這麼多 不死,放物先血 喔,他需要一個骷髏頭 叫什麼,不知道 一滴血小量很會 等一下,我覺得我需要的東西不是那個 這個還不錯 因為我還滿容易造成昏迷的 這個還不錯 我要解鎖這個 我為什麼不能解鎖 無法裝備稍微解鎖的技能 那我怎麼解鎖 就無法 一旦出來就無法取消或重新選擇 喔,要點開這邊才能解鎖 不對耶 選擇一下 不對耶 這個是 為什麼 喔,是隨機的 召喚,召喚,補充,魔法 我不要這個 是 蛤,為什麼 蛤,為什麼 狩獵弱者 這可以 我要這個 對,地安心 遇血 有沒有別的,誒,為什麼 橄欖 橄欖 這還不錯耶 複毒 複毒,因為我頻道不會複毒 這個有點麻煩 解鎖不是你自己想的 這個其實也不錯 這個不能啟動 換一口 好 這個好麻煩喔 我要升級 一定要換到他 超血素 完美了 好麻煩喔 我們繼續 我現在真的被轉化就對了 沒事 沒事 可以的 那我們就往神聖墓師前進 召喚不死之人 神聖墓師 GO 找到 歐倫 不 我 有 人 求求你 再給我一次機會 拜託 有人是誰啊 真的喔 你認真把這地方翻過一遍,不管是資料或文件都好,全部找出來 我回去克巴杜和一些線人更新現況 起翻不會更快嗎 走通了木 在放血 故事依然很好,能明白很多事情 神秘的聲音 運火清單 所有採集的鮮音就降到某個叫愛德琳的手手 進幾個時刻降到 對,剛剛那個店不是愛德琳 探索神聖終末到底是哪一隻 靠近點 靈阻其樂 我感受到你體內的血 與眾不同 引你血,可以是嗎 他們跟你一樣 是為我復活奔走的密血使徒 也是引領我生活的使者 我跟他們不一樣 又是先祖殖殖民 你又是先祖殖殖民 我不要 不可能 為什麼你沒有轉化 我認得你的血液 我 原來如此 你的血確實與眾不同 那不重要 你不應該被凡人的躯體限制住 你越即可難耐 就越能體會 就越能體會 啊? 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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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準備好 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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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他只叫一堆小兵人拖延我就對了 OK 所以我要再回去 賭巴克 叮,傳送 我遇到吸血鬼 是 臭 先祖殖殖民 你被吸血鬼感染 還能和他說話 順利徒生 我們要利用這一點 也只能這麼做 什麼意思 傳聞說 先祖殖殖民之中 有吸血鬼 不過 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我只知道這些 不過我知道 在哈維薩有個古代墓地 如果能找到那個時代的吸血鬼 再加上強效鮮血 我可以進行儀式試試看 蛤? 殺神中的目擊者 進入 厚林墓 好 我們就去找找看 哈維薩 一個 注意到那些沒有受損 最好只拿頭骨 降低風險 那我們就只需要強效鮮血 我敢說在祺爾那些吸血鬼的血警 一定能找到不少 找到了 找到了 這個 沒有,我受到影響 好,我們再回去合法度吧 好,二十四個月 要是這樣還行不通呢 活著 我會有天子 叛徒 犧牲怪物 他說我會永生不散 結果變成這樣 所以你原本是他的手下 結果下場很淒慘 當時是夏天 秋天才對 地上滿是落葉 我在城市地下沉沉睡去 當著 當著做什麼 他說的肯定是先祖之城 這符合復蘇的脈絡 你身上有他的味道 他一定也想抓活你 他依舊想完成神話 我會協助你殺了他 只要我在那場面 傳送人 不知道那個頭骨是不是故意的 齊爾營祖啊 墓影之門 我先忘了 一顆石關 一顆石關 不靠遊人啊 欸欸欸 不會解除 不會解除 要通過的話 需要某種特殊儀式 我需要時間專心準備 我需要時間專心準備 你 你也該不會是要去犯人之城吧 聽我的建議 如果你想遇見不死生物 你也必須成為不死生物 你也能不能解除 有事 你也不能解除 怎麼想進去 我 你不得到 你怎麼想過 你不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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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喔喔 我知道幾個密邪使徒的消息和下落 有必要的話就善加利用 至少能為聖休雅二出汗 太... 出... 出關 哇,還要殺五個 可求是召喚喔,殺死五個 那第一個在這邊 地獄之術附近 因為剛剛解完地獄之術 任務順便過來,異教徒要賽 OK,那我們就盡快往前衝 來到殺到那個為止吧 好,完成 那接下來就是...下一個 第二個沉默書庫啊 第二個沉默書庫啊 就是你 諾維克 對,諾維克就是... 應該是第一次太多了 不管 出去不重要 弄死就好 OK,好 這邊請管準備到下一局 唉 第三個 在大甘原這邊的不解之緣 艾德琳跟... 喔,這裡有兩隻 水水水水 所以難怪我是在地獄上找到四個 所以這裡有兩隻啊 好 OK,好 剩下一個我們切過去吧 來,最後一個 河佐鋼兵營 喔,來了,最後一個 好啦,那接下來我們就趕快刷完 然後趕快打完回去 奧巴杜吧 嗯,那怎麼會都是... 靠 大雄破落 那怎麼會都是... 靠 大雄破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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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可以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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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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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艾瑞斯人呢 臭死了 血不味道吗 好吧 我们再前往 教会吧 GO 我们回到齐鲁瓦夏 然后去教 因为他说教会嘛 所以回到齐鲁瓦夏天上面的教堂那边 让我们找到艾瑞斯 在这里 这里有绒子 绒在这里 找女儿住手 发生了什么事 齐鲁的部下在屠杀我们的人民 教会追不采取行动 而且 而且 你竟然还出现在这座城镇 这里说话不安全 跟我来 对哦 以主性来 主性通过的时候 我们算是被 对 从他那边吸取过多力量 万一你失控了 我恐怕阻止不了你 我真的很想相信你 好吧 去找出齐鲁的部下 能杀多少算多少 别再让他们残杀我们的人民 要是他们得逞 我们没人能幸免 这又不是处理掉了吗 寻找并阻止血验 完成赛季第三张完成了 我约在这边 那里是 孙明姐之下 那有些 根本是在这边 真是有点效果 別看我那麼穩 沒二日下好沒有喔 喔 哇這還蠻浪費,應該都蠻花時間的,不是浪費 因為我現在就要那一整條沙滿 我閒不知道要打多少指 那我們就一個專長把它跳過吧 OK可以了 那我們回去找艾瑞斯吧 看到你把這些使徒大卸八塊之後 你準備好要面對齊爾了 我也找到了打開他大門的方法 我先出發到仙祖之城和我後面 仙祖之城從哪裡去 那個怪物在完成什麼鬼昇華之前不會罷手 他很快就會召集大軍 收集到他所需要的血液 你得在他成功以前滑開他的喉嚨 我會盡力把你送到他面前 對還是要殺了齊爾才行 我回來的時候他就不見了 我回來的時候他就不見了 不太對勁 晚點再來處理 啊對耶 反正門頭虎也不見了 像我們之前那個主線的那個 我覺得 想不到當初跳過的主線 我們竟然還有機會下來這裡啊 先祖之城 我要找到艾瑞絲啊 噢! 暗夜之庭 的之庭 我在前面而已啊 在亂說 快點吧 這怎麼借了這跟主線的馬上不太一樣 就當作齊爾直到你來了 他不能進 哦!因為他不是血族 對不對 對耶 啊暗夜之庭 對 錯了 捏 我把他把他把他拿出來 假的 我還沒準備好 血肉絕對是奔在後門啊,還上後空,還偷襲我 我還沒準備好 你的力量是我死的 到你跨過界限的那一刻,就已經是我的當中的我了 小若蘇 我需要更多時間 陳婆吧,苦痛就會結束 結束的原因應該是放棄思考 反正你們是不懂要殺死所有B了,沒有問題 有開射書的啊,我剛沒追到這兩隻射書的啊 血皮 謝謝 能量不足 旁邊 為什麼沒找破水 旁邊太難沒出掉了 我還沒準備好 攻城啊各位 我需要更多时间 我需要更多时间 你以同类为识,还敢叫我怪物? 我需要更多时间 你吃一包 你也拿起来 好煩喔 各位不要派小兵浪費我們的時間 原本是單挑 我滿大死的耶 我還沒準備好 好 好 欸不要怕 還沒準備好了 轉出去打你就好啦 其他人都可以不管 血液凝結成神 結束 去找艾瑞絲 艾瑞絲在哪裡啊 去找她 我回來了 艾瑞絲 決死了 有難關 面對黑暗 一切都變得雜亂武裝 每一條自然法則都告訴我 你是個吸血鬼才對 但你體面的某種東西在頑強抵抗 最後甚至還有可能痊癒 你的血液裡很有可能有某種東西存在 現在呢 現在呢 然後出發去獵殺他們 我盡量幫你留幾隻 所以應該結束了 現在就是屠殺剩下的了 好啦 艦上賽季的主線就到這邊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